好 今天有國際大流條邀請到了國際中心的主播 怡傑來幫我們解說 首先來看到的是呢 法國最近面臨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那麼就開始有多個工會 從昨天就開始展開了全國大罷工 紛紛要求加薪 那麼這似乎也成為了法國總統馬克宏 在五月連任以來的最大挑戰 沒錯 這次的罷工主要還影響到了 像是學校還有交通運輸 像是鐵路就出現了中斷或是通勤時間 都花上比平常還要久的狀況 甚至就連能源設施也受到影響 大約是有十一座的法國核電廠受到了波及 那麼其實在西班牙好像也有同樣的通貨膨脹危機 那麼據了解現在還出現了尼尼族 那麼我很好奇 有聽過尼特族跟躺平族 那到底什麼是尼尼族 請一切告訴大家 沒錯 其實尼尼族同樣也是指 不止目前不工作也不念書的人 所以根據統計 目前西班牙大概在年輕人當中 每十人就一人是尼尼族 更多關於歐洲的消息稍後帶您關心 全球大頭條 我們首先趕緊來關注的是沃爾戰士 俄羅斯總統普丁上個月揚言 如果有必要 俄羅斯會動用核子武器來捍衛領土完整 那雖然美國的五角大廈等機構是表明了 目前還沒有跡象 俄羅斯是真的會動用核武 但現在克里姆林宮又主動的再挑起威脅 因為昨天有記者問到了 回歸俄羅斯的烏克蘭四周 會不會受到核保護傘的保護 那克里姆林宮的回答是肯定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克里姆林宮 再一次的升高威脅 而且美國高階軍官還指出了 俄羅斯有個代號叫做雷霆的年度核武演習 可能就會在未來幾天內登場 那到時候可能就會試射可攜帶核武的飛彈 那雖然根據美俄兩國簽訂的條約 是說俄羅斯在進行核飛彈試射之前 有義務的來提前倒置 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 但還是美國不敢大意 那我們知道烏克蘭這幾天是一直遭受到 如我們畫面中所看到的無人機的自殺式攻擊 那雖然伊朗是一直時刻否認來提供無人機給俄羅斯 但根據路透社報導又有兩名的 伊朗高階官員向路透社透露了 伊朗除了將提供俄羅斯更多的無人機外 也將承諾提供俄羅斯地對地的飛彈 那基本上是無視西方國家的抗議 也引發了美國不滿 那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說了 俄羅斯現在動用伊朗的武器顯示了他們已經彈盡原決 而且根據俄羅斯新任指揮官成論了 現在的戰事其實是非常吃緊的 因為俄軍這幾個禮拜在赫爾松州已經被擊退了二三十公里 全球大頭條我們接著關心另一個同樣很緊張的地方 那就是朝鮮半島 北韓昨天深夜是時隔四天 再次向東岸還有西岸的外海砲擊 共發射了約250發的炮彈 那南韓軍方就說了 這是分別向西岸的外海發射了約100發炮彈 也向東岸外海發射了約150發 因此加起來是250發 那炮彈是落在了兩韓化射的海上緩衝區之內 雖然是沒有落入南韓的領海 但依舊違反了軍事協議 也讓南韓敦促北韓要來停止挑釁 那分析指出了這次的武力示威 很有可能就是針對南韓17號啟動的年度護國軍演 而且昨天甚至還傳出還沒月底 還會實施更大規模的空中演習 出動超過240架戰機 因此才引發了北韓的不滿 不過我們接著也可以關心了 根據南韓民調中心RealMeter昨天公布的數據 總統尹錫悦的支持率是稍稍攀升到了33% 比前陣子一直在兩成左右盤旋 來得進步了一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因為國際關係裡面 有一個叫做巨奇效應的 也就是說當國家面臨了戰爭 還有外交危機的時候 國家領導人他的支持率通常是會攀升的 不過雖然支持率是上來的沒錯 但接下來要如何化解兩韓的危機 恐怕才是真正考驗 飲喜悅的能耐 取消大條條我們接著來到歐洲 我們知道法國的煉油廠工人 日前爭取加薪罷工超過三個星期 也導致全法國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加油站停敗 那雖然總統馬克宏呢 是利用征用權讓部分的罷工者 重返到了工作崗位上 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激怒了更多人 週二有大概超過10萬的民眾 走上街頭抗議通膨也抗議薪資洞漲 而且不只煉油廠工人 像是教職員工 公務員 醫護人員 也通通都上街抗議 甚至還和警方發生衝突 好 我們可以看到像剛剛白宮白夜都站出來的抗議 自然會對民生造成影響 像是在巴黎車站 因為站務員還有司機都上街罷工去了 因此乘客量就比以往來得多 也來得擁緊 那通行時間也會比平常還要來得長 那像是高速列車 歐洲之星 甚至還取消了來往英國和法國的班車 那包括在能源上也有11座的法國核電廠運作 同樣也受到了影響 那張家就說了 這次的大罷工 可能會是馬克宏第二任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那我們看完法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 我們知道有尼特族 躺平族 那指的是不工作也不進修的一群人 那現在在西班牙 甚至還有尼尼族 根據金河組織的最新報告 西班牙年輕人當中 每10人就1人是尼尼族 那其實也是不念書 也不工作 那可能是因為沒有意願 那也可能是因為找不到工作 那為什麼叫尼尼族呢 尼尼其實在西班牙文裡面 也是不讀書和不工作的縮寫 所以基本上和尼特族就是同一個意思 那專家就認為尼尼族的出現 主要是因為年輕人的高失業率 大約是156萬的年輕尼特族 選擇在家很老或是稍微打零工 而南韓的這個數據在金河組織裡面 也是排在第三名的 那我們知道尼特族的出現 其實也反映了整體社會結構的改變 甚至像是新冠肺炎也稍微影響了 因此未來該如何解決 真的考驗了全球各國政府 以上就是我們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這麼少會擅長 可用是新冠肺炎